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到同性戀運動 大家會想起很多歐美加拿大的情況 例如大型的同性戀遊行 很多人會為自己作為一個同性戀者的身份感到驕傲 揮動著他們綠色的初期 為他們的身份爭取更多的權益 又或我們會想起同性婚姻 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可以結婚 組織他們自己的家庭 引申而來的就是兩個爸爸、兩個媽媽 甚至乎是多個爸爸媽媽的家庭出現 又或我們會想起歐美加拿大等地 一個又一個關於同性戀者權益的法例通過 好像很多東西都是離我們很遠 但是不是真的離我們很遠呢 在亞洲 同性戀運動早已對台灣對香港的社會造成衝擊 最近亦都在東南亞的地區裏陸續出現 最近亦都傳來馬來西亞方面的情況 亦都叫我們擔憂 當同性倆仍然是一個禁忌的馬來西亞 最近依然傳出有一位在美國居住的 馬來西亞男同志歐陽敏峰 他在美國被按納成為牧師 亦都在上星期 亦即2007年的8月頭 在馬來西亞裏面有多場的演講 他更加公布會在2010年 攜動他的同志伴侶 回到馬來西亞裏面成立同志教會 他知道歐陽敏峰一直在當地的社會 其實是一個具影響力的文化人時事評論員 他的知名度都不約 竟然他亦都透過他所寫的書 透過他自己的故事 宣揚同性戀的意識 對當地教會甚至乎社會 亦都帶來了一定的衝擊 今次傳來他準備回馬來西亞裏面成立同志教會的消息 對當地來說都相當震撼 這個消息的震撼是令到當地的朋友明白到 他們的社會現在是面對著一場很大的挑戰 如果我們說同性戀運動是一粒種子的話 這粒種子有的是一個很頑強的生命力 它縱然是落在保守 回家氣氛相當隆康的國家的土壤裏面 仍然是可以發拿生長 而這波的植物不單有頑強的生命力 還有很驚人的破壞力 它甚至乎可以在不知不覺之間 對社會造成嚴重的破壞 因此同性戀運動不會離他們很遠 而香港的情況如何呢 過去一段時間 聖鏘歧視立法的討論 好像暫時高一段落 同性婚姻的討論 亦都未見進入了很激烈的情況 但其實一直以來 本港的同運分子 都積極以不同的途徑爭取權益 例如他們積極的爭取 姓鏘歧視同性婚姻同性伴侶法立法 以及其他同性戀者的權益 他們都透過司法覆核 去挑戰香港的法例而獲得成功 當中大給社會的 除了激烈的討論之外 亦都在社會各方面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他們除了爭取與同性戀者有關的權益之外 本地的同運分子 亦都積極參與其他社會運動 例如積極爭取無論在政治裏面的位置 亦都在傳媒平台中爭取一些位置 以至可以幫他們宣揚他們的意識 而面對持不同意見者時會怎樣呢 與外國的情況很類似 他們往往都會以不停用無理的指控或批評 去攻擊一些不認同他們的人士或機構 所以如果你們說同性戀運動的威脅離我們很遠 我就覺得不是了 本港的同性戀運動亦都透過教育 透過流行文化 透過同性戀者很怨性感人的故事 去影響我們的年青人 例如他們聲稱遭受歧視的個案 他們愛得艱難的傷害故事 都容易令到青事戀人感動晚婚 非要不顧一切的去支持他們不可 他們所持的所謂自由、人權 亦都容易說服我們的年青人 叫他們認為支持同性戀就是公義的表現 不需要理會過中的真偽 流行文化方面又如何呢? 今日電影、電視裏 同性戀者的形象和他們致死不如的傷害故事 流行曲裏所說的 只要有愛 性別是男是女不是問題 愛是權利、愛是一切 小說、漫畫裏很細膩的描述同性關係裏的掙扎和甜蜜 又浪漫又感性 感動了我們每一個青少年人的心 因此如果要幫助青少年或社會人士 正確明白同性戀和有關立法的課題 絕對不是容易 亦都可以說 抗衡這股風氣和文化是充滿挑戰的 雖然仍然有人說我們是幾人休天的 同性戀運動對香港的衝擊仍然是遙遠 但當我們看到外國的經驗 這個運動可以在短時間之間對社會的制度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對家庭定義所帶來的衝擊 在人心底或思想中所造成的改變 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在香港 甚至在其他東南亞地區 其實懲罰都是一步一步的 是邁向著相同的目標 所以同性運動對社會帶來的衝擊和威脅 又是否如想像中離我們很遠呢 好的 請坐